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谷论今 我是老班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现在的走势 我前两个视频说过 这个比特币的RSI 它的这一条 这条是阻力线 现在 什么时候比特币的RSI 能够冲破这条阻力线往上走 那样的话 它很有可能比特币的价格 就会冲到52,000以上 但如果它突不过去 然后往回走的话 它的价格很有可能就会往下掉 所以这一条阻力线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就看比特币什么时候能够冲过去 如果它冲不过去 下方这边有一个支撑线 如果它掉到这条支撑线的下方 那样的话估计价格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甚至会有可能会掉回200日均线的下方 就是这条蓝线 蓝线现在在46,000左右 如果最近这个RSI呢 掉到这个支撑线的下方的话呢 很有可能这个价格也会再次回来回测这个46,000 是吧 因为现在呢 价格在向上走 然后呢 这个RSI呢 还是在往下掉 就是它的顶背离 依然还在继续 什么时候比特币的RSI能够突破过去 才有希望突破这个顶背离 是吧 所以现在呢 仍然是有一定的危机了 然后这几天这个Fear and Greed Index 就是它的这个恐慌与贪婪指数 是吧 是上到了79 从它的这个日线上来看 从 这一年来说 是吧 我们能够重新回来这个地方 不容易 是吧 但是呢 在市场极度贪婪的情况下 是吧 一般来说呢 是我们开始买 开始卖出的时候 是吧 所以说现在是不大适合大家追涨的 是吧 如果你现在追涨进去 如果它开始回调 那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你的损失会比较大 是吧 BinMax Index Funding 最近这几天呢 也是一个正数的状态 当BinMax Index Funding是正数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有利于这个空头的 是吧 所以说 我不建议大家现在追涨 如果你想买入的话 是吧 你至少要等到这个BinMax Index Funding 重新回到接近零 甚至是到达复数的时候 才是再次买入的好时机 是吧 那现在呢 不是这个买入的良机 呃 从 这个比特币的占比来说 比特币的占比 最近这几天 仍然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里面 是吧 它形成了一个之前呢 形成一个压力线 这个下降压力线 突破之后 现在回来重新回来回测这条压力线 是吧 如果它能够在这反弹的话呢 很有可能 比特币可以收回一部分的这个流动性 流动这个流动资金到比特币里面去 是吧 但如果 最近这个比特币的占比 继续往下掉的话 那样的话呢 还会继续有利于这个山寨币 是吧 特别是现在这个 ADA 最近是跑的比较猛的一个是吧 它的RSI呢 之前冲到了接近90 然后回来了一下 现在又重新拉回到了80多 是吧 所以说最近这个ADA的价格呢 冲的非常的快 今天早上已经冲到3块钱了 是吧 如果之前呢 你是在这个地方买入的 就是在1块多买入的 已经涨了100% 是吧 一般来说涨了100%呢 就有人会开始这个进行抛出 所以说呢 最近这个ADA有可能 会有少量的回调 是吧 它现在往下最重要的支撑位 就是在之前的automite 就是在2块5这个附近 是吧 我觉得这个ADA呢 在它的automite high附近 逛一段时间 很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上涨 是吧 因为这个ADA现在势头正劲 所以说它继续往上涨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 它对BTC也是类似是吧 之前呢 在这之前的automite这个地方 震荡了两三天 很快又开始往上涨了 是吧 以太坊 以太坊呢 现在是形成了一个 类似一个上行三角 是吧 就是这边呢 是它的这个压力位 然后这边开始形成一个支撑位 如果它在这儿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呢 如果它能够突破这一条颈线 就是在33700 能够冲破这条33700往上走的话 是吧 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类似一个牛旗 是吧 就是这是它的那个旗杆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旗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往上拉一下 是吧 它很有可能可以冲到接近45,000 就是它的automite的地方 是吧 所以说这以太坊实际上 它现在的走势也是非常的牛 是吧 只不过最近几天 最近的一两个星期 它一直在这个地方震荡 是吧 那以太坊现在的强势 也带动了一大批的这些山寨币 在不断的往上走 是吧 包括这个Matic 还有Firecoin 是吧 这些之前我讲过的币种 还有DOT 这些都在不断的往上走 但是呢 大家要小心 是吧 就是因为比特币呢 现在它的这个走势 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的好 是吧 因为这是实际上是一个上行的结构 就是震荡上行 是吧 震荡上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走法 因为震荡上行的走势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可以连到这儿 是吧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震荡上行 上行的走势 一般这种是震荡上行的走势呢 实际上是一个熊的走法 是吧 也就是说它之后 如果它掉到这条上行曲线 上行支撑线的下方的话 那样的话呢 比特币可能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是吧 在那种情况 如果一旦出现这些山寨币呢 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所以说最近呢 大家最好不要追涨 不要追涨比特币 也不要追涨这个山寨币 是吧 如果你是定投的话 可以是吧 就是你每天呢 我只投个千分之一的资产 或者是万分之一的资产 是吧 每天投几十美元什么的 这种没有问题 是吧 但是你现在如果要一个梭哈进去 是吧 在短期内 如果比特币掉到这条支撑线的下方 你就要蒙受比较大的损失 所以大家最近要小心一些 好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做到这 所以我要去加班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然后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 可以加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 好 我们就在下期视频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